可敬可爱的耶稣校女会 杨淑新修女 1932年1月23号 出生于西班牙撒拉曼加城附近的小村 1949年11月21号 加入耶稣校女会 1957年5月3日 1931号释发终身圣院 1966年9月21号 以传教士的身份抵达了台湾 杨修女除了承担会员事务外 也同时参与修会教育的使命 在学校与宿舍陪伴师生 因着热忱浮船的新火 同样也在唐区服务 致力于活化信有的信仰生活 激发使徒热忱 搭建合作平台 共同参与儿童和青少年的信仰配育 2022年因失智与行动不便 禁居灵衣修女会创办的玛利亚长照中心 2024年1月1号 在罗东玛利亚长照中心 安息主怀想骑受92岁 在台传教57年的杨修新修女将基督的光映射在每个人的心中 没有小孩 没有年轻爸爸妈妈 这个要死亡的地方 不是活起来的地方 所以我就寄给院长说 我今天祈祷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也没有念过很多书 我也没有念神写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准备过做这件事 可是院长开始说 失神干死你 我失神干就等到师父说 师父 你要陪我们去美国家庭 美国家庭去找看小朋友多少 我的意思是说 我开始对小朋友 结果我就拿来一个分子 印证笔 还有一些账户 一家一家 我就给妈妈们聊 孩子的相片 然后几年几亿 所以这三个 就是家一家们都有三十个孩子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到了一方 可是这些小朋友的纪念纪 我们每一个都写了纪念纪 不可能一起听道理 所以我跟师父说 师父叫你 你来找 我叫先生叫不留年纪 你叫上师年纪 我来找一年纪的 所以这样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 道理满足 以后 真的是很感谢边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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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